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到阿凡介紹美食的時候 今天去了哪裏? 老街的地鐵站1234商場 其實就在哪裏出口呢? 在D出口 今天去吃甚麼呢? 叫做搖搖酸菜魚 其實它有一個套餐 叫做扁皮鴨加酸菜魚 價錢是140多元 是不是很吸引呢? 說出來也吸引 兩個願望 海綠空三軍有一個海和一個空 綠就是我現在正在錄 所以是海綠空三軍 看看出了D出口 然後在這裏轉油 老街站D出口 在這裏就坐扶手電梯上去 這裏是在四樓的 我這裏都不再拍下去了 因為人會比較多 我上到四樓去到門後再跟你說 因為這裏其實裏面食肆立立 這裏都有很多很多間食肆 所以我都不再逐一慢慢拍下去了 因為這裏商場要繞圈繞來繞去 我都不在這裏不斷拍 我上到去先 上到去去到門後再跟大家慢慢聊 最多我拍入商場的位置 看到嗎? 這裏進去就已經是商場了 看到嗎? 我給大家看看它裏面有甚麼食物呢? 有邱大叔、耐雪的茶、喜茶、瑤瑤酸菜魚、蛙萊達等等的地方 好了我都不說了 上去後再跟大家慢慢聊 你看看已經上到四樓了 這麼快就到了 這裏有個超能空間 這裏是在那裏吃 那裏又去點邱大叔 好了到了 瑤酸菜魚 進去坐下再跟大家慢慢聊 就是這裏了 進去坐下了 我們點了一個169的套餐 裏面包些甚麼呢? 酸菜魚小份 上湯菜心 窩筍 焦鹽鴨甲 北京田鴨就是這裏了 當然 食物已經到了 為甚麼會到了呢? 因為我剛才去邱大叔買飲 買了兩杯空中巨無霸 你看看 多大杯 這兩杯就是剛剛 這裏又一落單 兩邊落單 雙邊投注 這裏就試試可不可以喝 我們都準備開始吃 不再說 一開始說說這個超值扣二人餐 價錢在大眾點評價是169元 裏面包含酸菜魚 北京烤鴨 椒鹽鴨甲 鍋筍 和上湯菜心 還有茶水等等 都包含了 我首先講講這個烤鴨 烤鴨 烤鴨來講 開始已經不是出來片給你了 不像這個經味章 即使你有半隻烤鴨 都會找師傅出來片 這些已經片好了 拿出來的外貌 看上去是不錯 但吃下去的感覺 真的有少許分別 為甚麼這樣說呢? 第一,這裡的肉會特別微一點 即是不夠紮實、挺身 那種感覺 另外,皮的油香感也差一點 它也會有隻鼻子給你 這個雖然份量不少 其實也有很多 百多元有這麼多東西 真的不差 接著說說配菜 配菜裡有些類似紅色的蘿蔔 如果看上網 有些叫毛青是紅色的 這個挺有趣的 它沒甚麼草青味 咬下去也挺爽口 是不錯的 當然中間還有些京蔥 還有一些青瓜 最後當然是有些糖 還有一些片皮鴨醬 這個皮 你看看 它沒有給你逐塊逐塊剝 但感覺上你看看 都是不差的 看不看嗎? 都是很軟身 只是差一個不會給你剝開的感覺 京味章會給你剝開 還有下面有些火助 另一個熱力 讓皮不會那麼容易硬 但現在這麼快吃 應該早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只剝鴨就真的差一點 但其餘配料 所有東西都很充足 另外它都有配備四隻手套 方便你如果就這樣戴著手套拿來吃也可以 洗乾淨的手拿來吃也可以 看看你適隨專便 好看 鏡頭面前看到那一盤 是搖搖酸菜魚 寫明小份 單點價是79元 其實它都是屬於超值扣二人餐其中一項 酸菜魚我們以前未拍片之前都吃過好幾次 最深刻印象我覺得最好吃的魚就是綠頂紀 但綠頂紀以我所知 這麼大重點評已經全國結業了 我就找不到第二道都有綠頂紀的存在 除了香港有些食肆叫做綠頂紀之外 為什麼我說綠頂紀好吃呢 因為我覺得它的魚是我這麼多間以來 吃過最滑最嫩的鱷魚 還有它份量給得很多 整體上我覺得 只是享受過魚的質感和味道 已經是物有所值了 至於泰爾酸菜魚我們都吃過 它的酸菜湯底真的配合得挺好吃 但是魚的質地輕輕比綠頂紀 我就覺得沒那麼滑 而且味道也沒那麼好 差一點那麼多 不是差得很遠 但是綠頂紀的湯底 也沒有泰爾調教得那麼好吃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綠頂紀是麻的方面 和辣的方面 是比泰爾酸菜魚更多 對於我這些喜歡吃辣 而不喜歡吃麻口感的人 是覺得過了龍少少 所以我也覺得泰爾酸菜魚的湯底 是的確比較好吃 而對於老公來說 雖然綠頂紀是夠麻夠辣 他也覺得綠頂紀比較好吃 對嗎 對呀 綠頂紀是好吃很多 而且氣勢出來綠頂紀漂亮很多 魚也看上去是乾鮮很多 而且份量方面 我也覺得綠頂紀多些 所以對於綠頂紀是很深刻印象 而其餘的淡魚 搖搖搖酸菜魚 包括今天那間 我以前都吃過的 不過就不是今天這間分店 搖搖酸菜魚 其實以前我吃下去的感覺 還沒拍片之前 我覺得它的湯底太酸了 酸的濃度是搶過其他的鮮味 鹹味等等 所以我覺得它是很醒神的 令到你很開胃 不過還比喝一杯凍檸水凍檸茶 所以我覺得太搶喉了 那就不好吃 不過今天這間分店 它的酸味辣味鹹味 都算是調教得不錯 而且它用魚都是用鱸魚的 它都給了一整個魚頭 你看到 而且我吃了好幾塊 我想都差不多有四五塊 現在這個盆裡面 還有很多鱸魚的份量 而且它很滑身 黏皮的 很厚 口感相當不錯 另外花椒方面都放得夠適量 麻的口感是有 不過不是非常之厲害 那種 而辣椒乾它都非常之多 但是吃下去 幸好不是極之辣 應該老公也接受到 酸菜方面 我就不敢吃了 因為我這幾天都吃得比較鹹 我怕容易眼腫腳腫那種 不過這個湯底的味道 已經有酸的味道 最特別它還有一些蘿蔔 而蘿蔔簡選的材料 它是白蘿蔔 它切得夠薄片 它已經吸收了酸菜魚的湯底 所以夠酸夠辣夠鹹 但是三種味道裡面 酸味更加突出 最後來 原來這個套餐是包含窩筍的 所以它已經加了很多片窩筍 我都吃了三四片 而這個湯底裡面 隨意夾都有些窩筍在這裡 口感很爽脆 而且也很好吃 因為它的口度 都接近有0.6cm 最後這個湯底 那層油都擀了面 其實是泛油光的 不過喝下去 芝麻的香味很突出 而且它調校的酸辣鹹味都很適中 所以酸是好喝 而且夠香噴噴 最重要是吃起來 又有魚的鮮味 又夠滑嫩 還有芝麻的香味 配合得非常好 值得一讚 接著說說這餐的上湯菜心 這碟菜心如果散叫 它就寫$28 這碟菜心來到 其實這些叫菜心苗 為甚麼 因為你看看它的樓 它是特別幼的 而且你看看它錄的時間 也剛剛好 這裏的菜都比較綠 你看看它裏面是放了一些 高湯 蒜頭粒 薑 等等的東西在裏面 它放了有些少少像皮蛋 我都未吃到 這個不敢說 這個菜心事實 它真的很鮮甜 而且很好吃 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經常說 為甚麼內地的菜心 會特別鮮甜 可能是因為 這裡它的甜 自己種出來 會特別甜 而且你運來香港的時候 香港已經放了一段時間 而且 它未必將最美的運到香港 而且有很多時候 農民自己都會種菜心 自己種菜心 再拿出來賣 都會特別甜 這個菜心 我都覺得真的不錯 而且它也很大碟 說真的 香港整碟油菜給你 收你10元 是跟餐 你說有多大碟 可能只有這裏 三分一左右 這裏 起碼收你30元 現在內地這裏 只是收你28元 這個跟餐 還有一碟菜心 所以認真不錯 我 鏡頭面前看到的小碟 是椒鹽鴨架 寫明一份 沒得單點 它是寫著0的價錢 即是它已經包在 搖搖北京烤鴨那裏 拿到上桌的時候 我看見 為甚麼會給了一個 這麼小的碟 當它放著6至8塊鴨架 其實賣相都不太吸引 不過我看見它 是在膠盒裏 拿出來 剛才老公先試了一塊 他就說 嘩好辣 我不適合吃 這樣說 是嗎 是呀 它的辣粉都挺是東西 不是開玩笑 對我來說會很辣 對老婆來說 簡直是小菜一碟 為甚麼老公說很辣 我都無動於衷 因為它看上去 是橙紅色的辣粉 但吃下去 其實都是微微辣 如果相對於 在泰國 喜歡吃辣椒粉的人 不一勁辣椒粉 在湯河裏面 你就知道味道 反而這裏 滲了這麼多辣粉 沾染了鴨架 但吃下去 只是覺得 是輕量辣椒油的感覺 微微辣 它是有些香味的 但那種辣 是不會令你深入喉嚨 和舌尾會尺尺的 牙肉會輕鬆鬆鬆鬆的感覺 至於椒鹽那方面 它有些鹹鹹的味 不過不是很香噴噴的椒鹽味 鴨架是用油炮製過的 即是炸過的 它不是純粹走油那麼簡單 它也是炸到已經收水乾身了 吃下去有點像牛肉乾的口感 它不是很多汁 或者很嫩滑的感覺 吃下去 比平時我喜歡吃的麻辣 鴨舌更加沒有肉感 所以吃起來 我覺得一般般 一般般 純粹是多了一味配菜 好像餐會多款式 好像抵食多些 但其實份量又少 味道效果都是一般的 我覺得吃與不吃 或者有沒有這個菜式 都沒有影響餐 或者胃口 我覺得有點像雞辣 吃之無味 氣之可惜的感覺 什麼都不要說 來到碗食物 先頭 其實我在廚房看出去 是這個碗 小碗 不是這個碗 應該是這個碗 我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我看到是這個碗這麼小 誰知來到這麼大碗 19元而已 這次真是糟糕了 其實史提芬哥哥 應該會挺喜歡吃冰粉 我試一下好不好 好吃 我會推介他來試一試 最後我們說說這個甜品 叫做彩虹烏龍冰粉 寫著加量兩個字 價錢是19元 當然 剛才一開始都說了 我以為是一小碗 但我跟老婆說 19元這麼小碗 那就比香港還貴 所以我也想到應該是大碗 但是 就想不到這麼大碗 你看看 一隻羹那麼長 你看看嗎 整個碗 來到都很驚嚇 這個我可以告訴你 真正正正是二人份量 因為一個人 其實都應該沒有問題 吃甜品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說 是有第二個胃 第三個胃 這個冰粉 它來到 你看看 煮得很多很多 而且很夠冷 你看看 整個冰淇淋 它裏面都有很多東西 包括有乾的青蹄籽 還有酒釀糯米 再加紅豆 還有大粒西米 再加上還有花生 嘩 說得不完 還有黑芝麻 白芝麻 哇哇 黑芝麻 其實它還有一杯奶 這裡 因為它本身的冰粉 都放了一些奶 少量 它不敢放太多 因為為什麼 有些人未必喜歡吃奶 所以它寧願分開給你 都不想一兜過 還有這個冰粉裡面 是放了桂花糖 在裡面 所以它的甜度 是真的挺好吃 再加上它夠冷 還有這麼大盒 這盒 19元 不貴 還很值得吃 因為材料充足 所以認真不錯 定瓜瓜 老婆也是那句 最後 這就是完美的結尾 好了 來個美人照鏡 食物都差不多吃光了 這個鴨架 有很多是骨 我們都不吃了 吃完隻腿 然後我們點了一個冰粉 額外加錢的 19元 我們等冰粉來 再和大家慢慢聊 還有 會講講最後總食評 這間瑤酸菜魚 其實有一個二人餐 就是 酸菜魚 上湯菜心 鍋筍 焦鹽鴨架 以及北京烤鴨 價錢 我看到是148元 其實真的沒有說錯 是148元 我這個餐是169元 如果真的要148元 這個餐就會沒有了 沒有了 就是在酸菜魚裡面的鍋筍 以及沒有了上湯菜心 大家可以衡量 這21元 值不值得給菜心和鍋筍 就由大家決定 但148元這個餐 就要在裏面點餐 因為大眾點評是沒有這個餐 裏面點餐才會有 點餐裡面 都會有很多種選擇 我現在看著旁邊的餐牌 其實二人餐148元 二至三人餐212元 其實這裏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酸菜魚中份 而我們那裏就是小份 而下面還有一個232元 都是二至三人 任選雙併酸菜魚 加北京烤鴨半尺 以及焦鹽鴨架 即是只是前菜有少少不同 其餐是一模一樣的 今天講講質素 其實你說推不推介 這個餐可以說推介 可以說不推介 為什麼呢 酸菜魚質素是不差的 鴨不是說差 只是說我剛才講了 不是師傅出來片給你 這些是會整定的東西 變成有少少不太好 另外菜心當然錄得好 湯也不差 鴨架當然你說 可能我不吃辣 這些是個人感覺 我就會覺得一般 老婆也是那句 可有可無 最後當然有個冰粉 這個就要加錢 十九個大洋 但這十九個大洋 告訴你 是值得給的 頂瓜瓜 老婆現在還有 嘟嘟嘟嘟嘟嘟嘟 好過癮 由老婆再說說 這裏一開始的時候 我感覺很熱 現在又開了冷氣 可能又涼了些 其餐廳 讓老婆說說 說回冰粉 真的很好吃 我現在都未吃完 一會兒留給老公吃 這個冰粉 真的可以把你口腔裡的 鹹酸辣 或者不好的味道 全部一掃而空 連那些麻的口感都沒有什麼 還有 桂花糖都給得多 所以吃起來有桂花浸浸的香味 配料都多於五款 所以我覺得它一點都不沽寒 吃起來的口感有煙韌有軟 還有有花生的脆口感和香味 我覺得都真的不錯 黑芝麻 不知道大家喜歡不喜歡吃的 我就比較喜歡 因為它是很有益和補腎 所以我覺得黑芝麻 給得這麼多也不錯 而冰粉也給得不少 伊人份量一定足夠 19元真的值得吃 兼好吃 至於酸菜魚 我早就吃的時候 已經詳細介紹了 我就不賺它了 剛才老公也賺了 我覺得都相當不錯 至於鴨架 質地我就覺得一般 但是整體上 給你這麼多配菜和醬汁 都算是不過不失的 你問是不是很差呢 它又不是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很欣賞呢 我記得有個網友寫過 經味醬不好吃 我也想去推薦一下 一間覺得好吃的 北京烤鴨給我吃 因為本身我連希和雅圓 或者有一兩間我都吃過 我就覺得一般般 所以我也想去推薦 另外一間比較好吃 它又吃過有欣賞的 北京烤鴨給我 麻煩這個網友 如果收到訊息 都在下面留言 另外菜方面都很亂口 剛才老公也讚過 那個椒鹽鴨架 我就覺得可有可無 如果你吃得辣 都OK的 而且它真的沒什麼肉吃 而且它比較乾和粗 我覺得 所以你不吃都不會覺得很大損失 至於其他菜式 我們就沒什麼叫單點 除了冰粉之外 那窩筍的口感就不錯 而且我們叫了邱大叔 就算你覺得吃到麻吃到辣 你都覺得一掃而空 我覺得都相當不錯 剛才老公就說 如果回香港之前 不如多點一杯 是嗎 剛剛我們都喝了邱大叔 給你看看 我叫了一杯 老婆也叫了一杯 都是巨凌晨 但是我們已經喝完了 我們真的可能會買了兩杯 還有去上面一間吃椰子雞的地方 可能買一個煲仔飯外買的酒 因為其實說真的 他們問我這裡這麼飽 我說這枝飽也騙你了 我不怕說 因為我過關去上水再吃 這裡先買了煲仔飯 也沒說那麼多 今天這間其實價錢來說 真的很便宜 148元 其實不要求高 只要酸菜魚和鴨 OK 要求多一點 160多元 多一點食物 都是一個不易之選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了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謝謝大家支持 拜拜 我補充多一句 這裡座位比較擠迫 近窗邊的位置可能會闊落 和涼爽一點 我們倆都各自開了一把手提電動風扇 來吹著自己 免得吃到麻辣食物 就會全身汗 而且燈大部分都是射燈 就會比較熱 但是招呼都算OK 座位擠迫得來 總算是整齊清潔的 所以我覺得都算合格 如果在小型商場來說 不要要求那麼高 那我覺得百多元 都算是差不多了 我都相當滿意 吃得夠飽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 好了 下次再找個下一間給你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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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